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8月5號凌晨快2點鐘 那劍遠征快要更新囉 那另外這一款啊這個 布雷賽爾的煉金術士 煉金工坊Online 那終於出了 我有這個搶先註冊 所以說現在已經下載好了 那煉金術士系列可以說是我幾乎每一代都有玩的系列 男生玩這個好像怪怪的 總之是從PS時代然後一直到現在PS4時代 這個煉金術士啊我每一代都有玩 從一代的瑪莉 二代的艾莉 三代的莉莉 這是日文版的 然後四代的 四代是誰啊 四代一下忘記那個名字 他是穿越時空的 然後五代的維歐 我還有寫過那個攻略喔 然後 還有那個 再來是 678好像是一個系列吧 然後90 11然後 是什麼學院的 忘記然後再來就是 羅羅娜的那個故事嘛 然後OK好 反正這就是這一系列我都很喜歡 只要是 這個PS4或是說這個 遊樂器有出的話 他的每一代我應該都會玩 那最近就是這個萊莎當主角嗎 這個密大腿 然後又正 OK然後現在就是說 下一代主角又是他 還是連續兩代的這個主角 OK 好那我們來看看這個煉金工坊的這個 Online是什麼樣子 那遊戲中的這個這個這個語音應該會非常的 怎麼講應該是算是這個遊戲的一大特色 好 因為是煉金術士所以我覺得選男生主角有一些怪怪的 但是其實事實上系列中也是有男生當主角 但是大部分是雙主角還是有一個主角是女生 好那我就還是選擇女生好了但是名字還是叫阿天喔 好女性可以嗎 好當然可以喔 玩煉金術士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女生當主角啊 我們來看看這遊戲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煉金術士變成手遊版不知道是會變什麼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故事喔 在一個未知時代的某個世界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層側未然的大海中漂浮的一個小島 布雷塞爾島 好反正應該就是跟煉金術士有關係嗎 什麼什麼參考歷史遺留物啊 探索迷宮啊找到一些這個參考書啊然後 學會一些新的一些煉金術士啊然後 就是 創作創造出一些 新的一些道具這樣子 王莉學術學院 王莉學術學院喔 好所以說這個我們是在這邊上課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個應該是就是正統日式遊戲的 所以說這個劇情應該是會非常的豐富喔 我可以選擇已經早上了嗎 應該每一段句話都會 每一段對話都會有語音 好老師也那麼正喔 見習的煉金術士 採集合調合好懷念喔 所以是故事是從學校開始喔 不知道會不會有課題考考試喔 譬如說 你要做出什麼樣的道具啊 品質要多少之類的 賦與瑪納使材料變質 做出新物品的技術 使用的這個材料的品質 然後做出來的東西 固定的材料做出一樣的東西 但是會隨著這個品質的不同 做出來的這個效果也會有 就是有很大的差異喔 所以就是遊戲玩到後面就是越到後面的地圖 當然那個材料就會越好 就可以做出一些 很破格強度的這個 這個武器或是道具喔 從一級的這個瑪莉亞炸彈啦 之類的 好 烏女海膽 這個遊戲的海膽是在樹上喔 用手指碰螢幕的地方他自己就會走 摸一下 這樣子嗎 我還是要滑一下 我還是要滑一下 講話 用手機採集材料 會不會滑得很累啊 好我現在是不是要採集材料呢 右上角有個小地圖 OK這邊有個材料 是這個東西吧 好海膽在這個地方喔 好採集 那基本上煉金術室的遊戲啊 最討厭的就是那個背包不夠 因為那個背包有那個格數的限制 好我現在採到一個海膽喔 向老師報告吧 我可以再採嗎 不行不行不行 這邊可以走嗎 喔沒有 好吧我先乖乖的走這個劇情吧 看看這個煉金術應該要怎麼樣呈現喔 這是老師嗎 是他嗎 這應該是校長吧 瓊斯沃特校長 他的眼睛並沒有 注意看這個老師喔 這個老師是左眼是 藍色 右眼是這什麼顏色 有點淡褐色吧 所以說他就是跟那個一代二代的那個 瑪莉的那個老師是一樣的也是一樣的那個 可是我忘記那個人物的設定反正就是有一個種子他的眼睛的顏色會 會就是一個 兩隻眼睛的那個眼球的顏色會不一樣 愛睡的小孩長得高 小孩長得高 背入加莫德 也許他跟本傳的故事可以連在一起喔 這個不知道 追加課題 好追加課題 打倒魔物才能獲得材料 OK 灰狼 野獸皮 好 所以我現在要去打野狼 野狼在哪 野獸皮 噗你來了 好戰鬥引導 看看手遊上面這個應該是怎麼 怎麼呈現喔 基本上這個煉金術士遊戲 大部分還是回合制 也有也有即時制的 但是大部分還是回合制 所以我不需要去動他喔 這邊有加速耶 目前大概只有兩倍數 好如果說可以課金來個三倍數啊這個一定課喔 撲尼撲尼應該會掉那個撲尼撲尼的那個豬喔 那個也是初期很重要的一個材料 地上有木頭可是好像不能撿喔 這個應該是灰狼了 我可以用技能嗎 哇痛 OK是要使用海膽 用道具逆轉戰局好沒錯煉金術士的精髓就是使用道具喔 好然後現在已經2點鐘了所以說劍宇正開始更新了 我們來看一下可是我現在已經沒有道具啊那怎麼辦 這個應該是劇情吧 索雷爾 艾尼斯 技能槽滿了之後點擊技能發動 點一下 這個也有聯繫喔 技能槽消失前然後發動下一個技能就能形成技能聯繫 蠻簡單的 好 然後再用 OK 這個聯繫的概念其實跟那個遊戲這個怎麼講這個PS4的遊戲其實是一樣的喔 你可以逃跑 好大概知道 只是因為這是手遊還是希望說有一些 一鍵掃蕩啊然後加速的功能喔 不然我覺得煉金術士 其實在在一般的這個玩那個PS4的時候就已經蠻乾了 因為你要 有的時候就是為了要做這些 這些怎麼講比較好的這個 道具啊其實就要龜很多材料之類的 如果是做在手遊的話一定會更更乾喔 好這個 第一段劇情應該算結束了吧 複習調和終於要第一次調和囉 怎麼講 明白了 明白了老師 左上角又有時間耶 左上角又有一個時鐘耶 好煉金爐打開選單 喔好可愛的介面喔 選調和 這個精美的這個這個介面也是這個煉金術士的一大特點 我要調和傷治療軟膏然後還有扑你球 需要招露的朱迪和石南草 只有黎明石齁 所以說我要注意這個左上角的時鐘要找上去 去那個探索 好看看這個跟遊戲 跟那個什麼講那個電視遊樂器有什麼差別喔 OK獲得了 生命恢復小 也是有這個參數喔 叫做擴散位我方全體 所以會隨著這個材料的這個高低 可能一些普通的道具他也會會攜帶一些特殊的效果 所以這個這個就是 算是煉金術士這款遊戲的這個提符位喔 就是你你玩到後面啊 原先一些什麼低等的一些道具譬如說就是一個普通的一個 一個商藥好了 前期可能就是恢復一點血 但是後期當你 打到這個很高級的這個材料你再回來去練制這個低級的這個道具 也可以讓低級道具有很強的效果 甚至是把低級道具當作是一種藥影 然後慢慢再合到高等去 成為不負眾望的優秀煉金師 基本上好像每一代的基本劇情都是這個樣子 今天過囉 第二天然後左上角的時鐘現在是快10點鐘 哈哲爾會長 希爾巴福特這是誰 老師是哈哲爾的 叔叔 時空操控軍 所以這是會穿越時空然後去跟 其他每一代的主角這個 這個碰面嗎 畢竟是煉金術士的Online嘛 你總是要把其他其他主角帶進來嘛 之前就有出了一個系列是算是 算是經營城鎮的遊戲 然後那個城鎮遊戲就是幾乎是把 每一代的這個角色都帶進來 所以我覺得手遊應該也會以這個方式去呈現 畢竟你手遊要課金你還是會有一些譬如說抽卡之類的吧 那是煉金術士出了20代的嗎 差不多 角色也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說做為抽卡的話 其實 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角色 光是每一代至少都有三四位代表性的角色 你這二十幾代也有五六十位 這個這個角色 到底 波比君召喚 來來來來 課金的東西來了 波比君 在這個地方召喚 來來來 一言不合 立刻來課金 從時空裂縫中會出現許多物品喔 好來吧 來來來來來我最喜歡的還是一代的瑪莉喔 正又大 就是讚 克隆克隆就是就是遊戲幣的意思 好第一次是免費喔 好看一下這是召喚的動畫 所以這個刷首抽不知道好不好刷喔 木拳杖 我們看一下蘋果墜落 現在還不能點他的技能 暴擊增加小 速度增加為 以遊戲 以我知道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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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PS的這個版本 他就是基本上就是有 重圍然後是小然後是中大還有超大大概是這樣子 我獲得了第一個這個算是權杖喔 然後再回來我們先把新手流權 經過吧 通過波比君的力量獲得強力的道具 只有道具喔 沒有角色是不是 所以這遊戲是玩道具是不是 好現在還在新手教學的流程喔 喔布告欄 對對對對對 解布告欄的任務嗎 課題任務版可以完成獎勵喔 好所以隨著解布告欄的任務可以讓我的這個學校課業成長嗎 之類的 委託就是 一般遊戲知道的任務嗎 這個還有主線任務是在這個地方 好委託 討伐撲尼撲尼沒問題 可以同時承接多個委託 然後我們再回來 好現在還是這個新手流流程喔 每24小時只能挑戰一次獲得大量的學院積分 奧路修斯白牙之地 這個應該是新手的一個 探險地喔 這什麼東西 好我完成了一個這個算是成就吧 好到了第二張 獲得一個稱號 已經開始功能開啟功能任務可以承接任務了 這邊 有人來了 回復道具的治療軟膏 攻擊道具的PUNI球 在戰鬥前要先裝備起來 點隊伍 然後 戰鬥道具 這個跟那個電動也是一樣 也可以自動射道具 可是這樣子道具如果說不小心就 就自己把他用完怎麼辦 裝備PUNI球 你看他的那個畫風真的很可愛喔 所以那個之前那個鏈金術士的那個攻略本我都會想買 因為他的攻略本就是會介紹 每一個道具啊怎麼製作啊然後看那個圖片就覺得 那個很精緻喔 好我看不要 不要設定自動好了 把他給我自動用道具不小心就把他用光光怎麼辦 你看到這邊有箱子喔這邊應該也會講話吧 OK這個也是跟電動一樣就是有一些東西是你到後期 要用特殊的方式才能夠打破 像這個箱子應該是可以不需要道具就可以打破 沒有他只是講話 這也是每一代的特色只要看到桶子他都會講話 有東西可以拿了 獲得了一個草 跟海膽喔 鎖持數可以那麼多喔 哇那可以近期的收集東西了 石南草 然後我先把這個裝備起來了 怎麼裝備武器 因為我剛剛這個是新手讓你抽到的東西嗎 我要怎麼裝備我的道具啊選單把 背包 還有狼叫聲 隊伍嗎 裝備變更是這個地方 好 OK 這邊我要換我的這個抽到的裝備 其實右邊也沒加什麼東西嗎只有速度加1 但是因為這個基本的東西他只有蘋果墜落而已 然後這個三星的這個有增加暴擊跟速度增加 好沒關係那就 有就裝備吧然後 他應該也是有這個實裝的效果一下就天黑喔 講一講就天黑了 然後任務這個是 他這邊有些支線的任務 不管我剛剛接了一個任務是要打PUNI PUNI 只要靠近敵人就會進入戰鬥了 好我這邊普攻就好了 然後我點左下角的這個PUNI球的圖應該就是使用這個PUNI球攻擊 又獲得明膠了 所以你會獲得一些 一些這個有的沒有的道具然後就可以用這些道具來合成東西 所以也是就是這個就是這個煉金術室的這個有趣的地方 慢慢的蒐集素材啊然後用這些素材去製作道具啊 然後製作出來的道具後慢慢 隨著你的這個探險進度前進你會學到很多新的配方 新的配方就學會 青蛙 地上還有一些東西 好多東西喔 這地圖上面做的很精緻喔 每一個地圖上都會有一些採集點 像這個蘋果樹有沒有 那有的時候啊有有一些採集點是需要這個特殊的道具 譬如說 想像這個十字號 十字號這個看來是自動就會有了 今天不要走太遠 像剛剛有一個桶子 他可能就是要你用炸彈去炸 那把這個桶子炸開可能可以 可能可以炸到一些 譬如說像是火藥粉 還是什麼之類的 他這個釣魚 一下就釣到三星的 而且 而且好像也不需要製作釣竿喔 因為在電動來講你都要製作釣竿 好 鋪尼鋪尼再打一次 痛啊 痛啊 這什麼 自動是不是 應該還是獲得明膠吧 有有有 鋪尼球來了 獲得這個鋪尼球 好 那我們就回去吧 休息了休息了 還有什麼任務嗎 登錄獎勵 讚讚讚讚讚 登錄獎勵 以太一千 崩 開服紀念 克隆武 崩 這個是經驗藥水 還有嗎 我是有參加這個 這個搶先註冊應該有很多東西吧 哇 好多東西喔 好 全部領取 選擇領取 28個禮物 羅勒納 羅勒納也是一個系列的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羅勒納 然後再來他的徒弟 還有那個公主 我一下忘記名字 然後後來羅勒納還變小孩這樣子 然後在 新的一代然後羅勒納有了小孩 然後大家本來還在想說這小孩到底是誰 結果後來發現說不是他親生的 因為我們都在想說到底是哪一個 就像人龍六一樣 到底是哪一個混蛋讓我們的羅勒納懷孕這樣子 好 完成課題領取獎勵 其實就目前玩起來的感覺我覺得是蠻好的就是沒有說一進來就是 玩了這個系列 變成手遊之後回了 就叫你東克西克這樣子 目前我玩到現在我以一個就是 幾乎每一個系列列金數字都玩的玩家來講 感覺上還是蠻舒服的 開服紀念召喚首次十連召喚只需要100克龍 第2次10連召喚需要100克龍 月卡後月卡是什麼 好購買40天然後月卡可以幹嘛呢 購買馬上獲得150克龍然後 每天可以獲得什麼界線糖果妖精之粉 好不知道什麼東西喔 編制隊伍 我現在有這個我現在有這個隊伍嗎 所以隊伍的話我剛獲得一個羅勒納嘛對不對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活動有什麼活動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他有一代是那個經營的遊戲 這個女主角就是他本身不會煉金數字但是 就是每一代的這個角色都過來幫他去經營這個城鎮 今天簽到 簽到第一天的獲得免費克龍舞 手儲禮包是這個必得4星以上的召喚券 可是不知道是 他的召喚是4星以上是有角色嗎還是那個道具裝備 什麼 管他的就是全部都在接受 不能夠接受 一樣的那這個應該是全部都可以接受吧 他不是說可以 他不是說可以一次 一次接很多任務嗎 但是 就是以那個怎麼講 以電動來說 這些任務都會有限時間喔 最多是5個任務啦 最多是5個任務 以那個電動來說 大部分的這個這個遊戲都是 他會限制你的時間 所以說你也不能說 就拼命接拼命接拼命接因為 要是在時間內沒有完成的話 就算任務失敗有的時候會會有一些 扣一些東西喔 好這是每日任務然後我們再回來 我們再回來 召喚我現在我已經有417的克隆 上方這邊 開服紀念召喚 角色出現率提升2.5倍 好那就來看看這個免費的召喚可以怎麼樣吧 克隆召喚傳說的角色登場 瑪麗跟羅勒納 利笛跟蘇珠 來看一下我現在有什麼角色 這邊還有財寶 財寶是什麼東西 派角色去掛網嗎是不是 羅même娜 更新什麼 設置 這個這個有點像是電動的那個 你派妖精去探索 可是我現在只有 羅勒納一個 我先來抽抽角色好了 這樣子我就可以掛很多資源然後 慢慢煉金 煉金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 會讓人家這個玩到忘我的一個 一個機制 我可以自己來做這個權杖 但是我現在還沒有獲得這個礦石 所以還不能做 然後煉金等級我現在才1喔 我現在1級可能也不能做 所以我應該還是要先從一些D級的開始做 然後他這邊都會寫材料不足 所以說他很貼心 尖刺爆彈 太好了 尖刺爆彈也是這個系列算是一個 很基本的一個攻擊材料 然後還有這個 特性繼承 那跟電動一樣耶 讚啦 然後我們再來看 那就直接調和吧 好物理傷害然後擴散為敵方全體 附加氣絕尾 氣絕是不是暈眩啊 LV UP 我現在是煉金等級3的 所以不管怎麼樣現在材料不足是很正常的 剛進這個煉金術射遊戲就是你欠材料 所以你就是要 就是你會學會一些就是 配方怎麼樣煉智但是你會欠材料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直接召喚 召喚角色吧 必得四星 必得四星以上的裝備或是角色所以不一定是裝備還是角色 好那我現在是不是有一個券那我就直接用吧 所以這是登錄的這個免費的嗎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最好是五星嗎 日本遊戲都會把這個所有的機率都列出來了 好看我第一個四星以上是什麼東西 這個感覺上還不錯耶 真的只有四星喔 乖乖乖 艾斯卡的尾巴 艾斯卡就是他跟那個 鐵匠的那個男生 這個我 我只要看到名字我就想到是哪一代的故事啦 但是我 但是就是說不出來他是 准確出來他是第幾代 他是17 18 看到名字就知道 然後好吧我先拿到一個 一個一個裝備 那影片我已經快錄了30分鐘那我們就先來開服紀念給他抽到爆吧 我現在還有10連抽 好看我可以抽到什麼角色先抽一抽把所有角色都抽到然後我們就把他拿去 這是什麼有一個有一個粉紅色的彩虹的愛心 就把角色抽一抽然後 派他們去那個 去那個什麼收集材料 這應該是五星的吧 這些都跳過 四星的貴族之功 可是主角應該是拿那個杖的吧 這什麼顏色 這什麼東西 角色喔原來這是代表角色 好四星的槍 我有一個角色 不過這應該是四星的角色 好守護戒指 來了來了來了彩虹的 哇 怎麼又是一樣 這什麼東西 那是怎樣 那個彩虹是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 糖果 這是什麼東西啊 不知道 領取裝備全部 這是什麼意思 領取裝備領取材料 他是這樣子轉成材料嗎 不是很懂 領取道具嗎 對啊 我不是很懂領取裝備 跟領取道具什麼 馬修拉姆 應該是這遊戲出來了吧 這也是很大 可是我沒有印象 他在C6座龍裡面有出現 新配方解鎖 馬修拉姆 這個不知道是誰 好 沒關係 我有免費的這個克隆 417個 克隆召喚 這個東西 10次就要300喔 看一下 他不是說這個開服的時候是 就是首先10次是 這個這個是100個而已嗎 還是你要買月卡 首次十連召喚只要100個 這邊有寫 我們看一下這個 在哪邊 克隆開服紀念這邊 購買按鈕顯示為首次召喚 這個 第一次 付費啦 這個要你付費啦 免費的沒有啦 免費的沒有 原來是這個樣子喔 好 所以說你付費的話就是 10連召喚是100然後第2次是150 第3次是250然後再來都是300 好那我們看一下付費的價格大概是賣多少 其實 日本的遊戲算是蠻貴的喔 這個1600克隆 1600克隆是 1000加600也沒有Double 1600克隆就是3000塊錢這樣子 1600克隆然後300是10抽嘛 所以3000塊錢是大概50抽而已喔 所以如果真的要課金的話應該是買月卡就好了吧 我們就來個免費克隆10連抽 這樣子 免費克隆10連抽 有一個粉紅色的喔 那個不是粉紅色那個彩虹色 直接跳過了 好像不錯喔 裝備 他是可以讓我轉換成材料是不是 這個我有重複 五星五星 天使之杖補血 可是我希望是角色 哇這個全部都是裝備 雷歐盾 那這樣是幹嘛 讓我轉換成材料嗎 好我把一些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三星的轉換成材料 是這個意思嗎 我也不知道 好試試看吧 怎麼都沒有角色 這個 所以說我現在也不能夠再繼續召喚了 我還有召喚券嗎 欸有一個耶 召喚券 克隆召喚券 好 10連抽 再來 哇沒有這個都是什麼綠色的那些 可以直接跳過嗎 不行喔 那這樣子也是蠻麻煩的 跳過 跳過 跳過跳過跳過 所以他那個轉換應該是把他變成材料吧 這些好不好 而且都沒有角色 我把三星的點一點 三星的我都不要全部都把他轉成材料 領取材料 有材料最重要有材料才可以玩那個煉金嗎 因為你做任何的道具都是需要材料 召喚券 這個要一次一次召喚 那是很麻煩 領取裝備 又解除了新配方 OK 好這邊有道具 又獲得了一些道具 好我先派我的人去掛 分享有禮 按讚 每日首次分享可以獲得10免費克龍 哇那這很麻煩 那我要 設定就是FB 然後 那個隱私是屬於個人喔 不要不要吵到其他人 好編隊我先去探索一些基本材料吧 好探索探索這個炸彈好30分鐘 因為現在晚上了 快要睡覺 羅勒娜跟這個 他們都是三星的角色而已喔 然後 然後好吧就這樣子吧 放進去然後 我其實可以點自動編隊 哇以太不夠了是不是 這個材料不夠 所以我不能夠出發是不是 也不是啊 為什麼不能出發 好吧那設置這個好了 自動編隊 不行 為什麼 為什麼不讓我出發勒 出發條件等級10以上的角色 兩人編隊 啊他們都只有等級1啦 喔 原來是這樣子喔 那我應該怎麼樣讓他們升級勒 來 進來 這樣子 點這個 點這個 好 那他們要怎麼升級勒 譬如說吃什麼經驗藥水之類的嗎 養成 主人公等級2才會養成喔 自動道具開 自動道具關 應該是關起來吧 你看喔 羅勒娜 他也他也有這個自動道具 可是為什麼馬修拉姆沒有呢 我們可以知道說馬修拉姆不是煉金術士喔 因為煉金術士這款系列 就是說你要使用道具的話 你必須是煉金術士 所以你如果說不是煉金術士的話 你沒有辦法使用道具 這是這一個煉金術士這個世界觀喔 所以當你煉成了一個很強的這個道具 你不是煉金術士的話 你也沒有辦法使用 所以說有些角色他是 一般我們熟知的這個戰士還是法師 但他們都不能使用這個煉金術士 但是基本上來講 以電動的設計來說 煉金術士雖然說皮薄 但是道具因為都是很誇張的強 所以說 還是煉金術士強 好吧那影片大概就到這邊了 然後目前玩的感覺還是蠻不錯的 然後這個如果影片喜歡的話就是幫我這個點個贊 然後點個月 那有機會的話我應該還會繼續玩下去 好那我們就先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